今天我們來了解三星2億像素鏡頭的最新爆料 現在使用1億像素的主鏡頭已經很普遍了 比如三星、小米還有其他公司都在使用 1億像素傳感器可以輸出照片最大為12032×9024左右的分辨率 每張照片的存儲容量實際佔用在幾十MB左右 同時也支持8K視頻錄製 回到2021年我們似乎是該談論2億像素的傳感器了 這一切歸功於三星在這方面的努力 它給手機拍照領域帶來了如此強勁的圖像輸出 如果以1億像素傳感器做參考 可以輸出1億像素分辨率照片 那麼2億像素傳感器自然會在2億像素分辨率開始 在手機中看這麼精細的照片 或許我們要至少放大6次 在上個月三星在推特上公佈了一段視頻 其中展示了一個具有2億像素的傳感器 這暗示三星在今年即將為智能手機配備如此大的鏡頭傳感器 它可以輸出2億像素照片 並且可以錄製超過8K視頻的功能 就在幾個月前,《冰雲周》也爆料過 三星將發布一款具有出色分辨率的新型相機傳感器 這也就是指的三星的新2億像素傳感器 關於這顆2億像素傳感器 顯露中描述傳感器尺寸為1.37分子1英寸 像素尺寸為1.28V米 像素焦點尺寸為0.64V米 該鏡頭傳感器還將利用照片合併技術 並支持像素四核對焦和像素16核一合併 以減少照片中的噪點 雖然16核一技術效果很好 但它可將像素中的數據組合成一個超級像素 在降低了照片中的噪點後 但分辨率大小會犧牲一部分 這意外在弱光環境下 2億像素它將進行拍攝5000萬 甚至是1200萬像素的照片 據說這是16核一像素合併和4核一像素合併模式 使其降低照片分辨率來獲取更清晰的照片 在1億像素傳感器分辨時 小米是第一家使用了該傳感器的公司 現在三星準備又要推出2億像素傳感器 那麼小米將再次成為第一個首發該傳感器的公司 但2億像素傳感器被懷疑是否會出現在小米MIX4身上 目前還尚不清楚 除此之外 現在關於三星S22 Ultra的一些爆料也表明 三星的2億像素正在規劃中 有爆料者表示 三星S22 Ultra將搭載三星2億像素超大主攝 這是行業內使用2億像素的手機 其能帶來無與隆比的解析力、感光能力和更高的畫質 不過期待這款設備還需要等到2022年的某一天 如此看來小米首發2億像素傳感器 還是會來的更快一些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請看資訊 數據 互動 請看資訊 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